郭德岗对乡总的贡献 他说是喊是唱是然而 说不是耳语帮谈心事 第三个我说他激活了传统 传统像原来我们还是暗的那个 就像是刀割的拉纠成金黄 非常相反 他说他蒙博论的一东西 但是他又加进了很多现在的 现在的语言 现在的情绪 现在的热点都没有 这样传统像是现代化 再有什么最终 恢复了相声的悲心 不是笑 的确 出自天津的郭德岗 是在天津相声文化传统的 竟然断织下得以成功 他的学艺经历 让他自然而然 近乎本能地过出的天津相声 本次传统性格化传统 和以以观之的回忆意识 它是相声 不悔的传统 郭德岗的头部应该是 天津相声 这就是被骂的京剧 挠痒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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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找你啊 受累了啊 大伙说受累 哎呦 我厉害你 这一边厉害你 大伙吃都好啊 这几个都是菜仙吧 开始的技工佛活就是郭老师根据评书技工传改编京剧内容 看完了以后只能说终于知道郭老师为什么被骂了 因为他在京剧内容上面加了大量的荒诞搞笑内容 让一板一眼的京剧听起来也可以很搞笑 京剧一直以来也都不是墨守成规的 梅兰芳等大师等人当初也创新过甚至在创新的时候 舞台乐器中加入了小提琴伴奏等 但是从京剧一词的档次被提高以后就和高端挂上了钩 再无创新可言 而麒麟剧社就是打破了这样的高端 代表的作品比如有三堂会审伽利略 很多人说这样的京剧不高雅 但是不代表不严肃就不高雅 高雅不高雅是艺术的题材 严肃不严肃是艺术的态度 京剧再不创新真的就废了 什么时候能有了天龙八部和指环王这样的京剧本子才好呢 创新总比现阶段屈辱的活着要好太多了 什么时候京剧如果都能像麒麟剧社这样的自负盈亏 才是真正的做到了复兴 盈亏的麒麟剧社早期也经历过卖不动票的尴尬 三个月麒麟剧社收入十万元 京剧的弘扬与传承是这么的难 很多人感觉如今的麒麟剧社就是靠着郭德纲的名头来售票 看演员的多 实际看京剧的少 一次两次可能这样 但是京剧社团的根本一就是京剧 在入部付出三个月以后 麒麟剧社的演员申请宣布关闭麒麟剧社 因为在这个阶段一直以来都是郭老师搭前来做着弘扬京剧的事情 麒麟剧社的早早收场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 沉寂了一年以后 麒麟剧社卷土重来走创新才到了如今有了起色的阶段 很多人一直在说京剧复兴 但是却不知道复兴的过程有多么的困难 而这正是以郭老师为首的麒麟剧社所有演员在努力的目标 而除了京剧以外 鼓曲也处于凋零的边缘 再来一段杨老师 别走啊杨老师 观众的呼喊声可能会让您感觉到震撼 但是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 杨凤杰老师已经在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永远的离开了 一段白地城演出了32分钟 其实可以证明他是真的爱这个 梅西跑步也不快 梅西跑步也不快 李博士您在开玩笑吗 去网上查查就能知道 梅西巅峰时期的速度是32.5公里每秒 他虽然不是最快的 但肯定不能说不快 难不成您把黄金矿工当成梅西了 您看过阿根廷比赛 足球地上提最好的是谁啊 对吧 钱十明 你怎么算 很多人都说梅西和斯罗是钱十明的 对不起 历史钱十明肯定没这俩人 这是因为什么呀 我说的所有话都是数据 没有出过牛的 人不能够自大 哎呀 我了不起了 我比谁都强 那就坏了 我出的实力 什么都没有 要梅西斯罗哪个牛 俩人我觉得都很厉害 但是你们要说他们是球王 我觉得不是 就完全是商业炒作出来的 李博士 我怎么记得 你以前说过梅西是球王呢 不信请看 对吧 那梅西跑步也不快 但是人家照样是球王 对吧 但是你们要说他们是球王 我觉得不是 但是人家照样是球王 你们要说他们是球王 你有点说瞎话 不脱裤衩 没听说过 要疯这孩子 不是说八道吗 这不是 还有荷兰三剑客 对吧 这个古利特 李杰卡尔德和范巴斯腾 克鲁伊夫 应该算一个 像普拉蒂尼就进不了了 就是进不了 这就跟那梅西差不多 留两明星 不是荷兰三剑客和克鲁伊夫 也没有拿到世界杯冠军 为什么可以进入您的榜单 没拿过世界冠军可以 但是在没拿过世界冠军的雨里面 他是拿了一次世界杯亚军 另外一次他没上 也是世界杯亚军 对吧 您这不是双标吗 问题在这 梅西的表现在哪了呢 对吧 欧冠是表现不错 那本来也是一个造型计划 跟詹姆斯似的 跟詹姆斯似的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24时之后 他演出也没像后来 这大伙那么喜欢 我记得前三场演出啊 反正于谦把大伙送的花啊 回来给他女朋友开了一花店 卖了一年多 郭德纲也不错 前三场演出 回来盖了四间北房 钱没挣什么 他把观众撇上了 那砖头啊 他全捡回去了 后来这卖妈的 这些大伙喜欢 这什么卖妈呢 演出也多了 也红点了 就有点钱了 所以说这人呢 有点钱呢 千万别 没弄明白就去胡 有很多不负责任的人 在做着这件事 这种事情 他做的这种事情 不会是第一件 也相信不会是最后一件 因为过去古人说 吃一欠 长一智 有的人吃完欠 他吃出吃美了 他可能就不会长这智 但是呢 我在这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做人放在第一位 做意放在第二位 如果你没有做人的基础 那恐怕做意 有意思的是我看一数据 原本刚开始是将近13亿人在看春晚 等江太公一上了 江坤一上了 好 一下子 减得9亿来人 都干嘛去了 刷盘子刷碗子了 没人爱听了 为什么相声 主流相声到今天 如此的窘迫 我 咱现在很多人一说一说的 江坤就想起郭德纲了 一说主流就想起德云社 对吧 拿他们做对比 其实完全没没这个必要 我也不包也不贬 但是呢 我很理性的在聊这个事 我就坐在一个观众 一个听众的角度上 很多朋友说 说这个大俗吉大雅 俗日俗雅雅 什么反这俗 反那俗 对吧 但相声这门一说 归根追溯到根上 他就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一门手艺 对不对 以前天桥八画一圈撂一地 就开始说了 为什么指这玩意 养家糊口 家里边老婆孩子 等着米下锅呢 所以他必须得说俗的 咱再说什么叫俗 老百姓百分之九十都是俗的 对吧 有几个是真雅的 有多雅 对吧 我会的老说 老百姓有几个能考研究生的 有几个刘国阳出国的 对吧 大部分都是柴米油烟酱醋茶 相声本身呢 他就是一个俗气的东西 你不俗老百姓怎么能乐 你说你天天给老百姓听交响乐 你天天听这个乐剧 听这些东西 听美声 老百姓听不懂 老百姓为什么喜欢相声 为什么喜欢小皮 为什么喜欢二人转 因为他俗 他有乐 说心里话 要不是郭德纲和德云社的出现呢 我们以前一直认为江先生说的就是相声 但到今天我们才发现 相声真的不是他们说的那个玩意儿 相声 他就应该回归于百姓家庭 江坤江先生 你们只做到了脱俗 但是你别忘了脱俗之前还有俩字 叫超凡脱俗 你们没有做到卓越 没有做到超凡 只是一味的脱俗 这叫脱离了群众